今天呢我來到了這個地方呢 是山西省的運城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官地廟 關公的腳印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青龍演樂道 它是明朝晚期的時候 所打造出來的 像這樣子啊 各位早安 好久沒拍片了 今天呢我來到了這個地方呢 是山西省的運城 這邊有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齁 台灣人一定知道 這個東西就是 官地廟好不好 我們台灣至少有超過大大小小 150多間的官地廟 那運城為什麼要來這邊呢 因為這邊相傳是關於 他的故里 他家 他生長的地方就在這邊 OK 然後也是他在這邊 被尊奉成武聖 關公的一個地方 所以一定要來到這邊 目前在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 海州 我一開始以為是謝 因為他是那個解釋的解 我以為是謝州 他們當地人念 念海 海州的官地廟 這個官地廟有什麼特別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的官地廟 所以說什麼 一定要拍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去 好好地介紹給大家 待會見 關於可以說是我們在熟悉不夠的人物了 從小時候看三國演藝的中藝人泳 到現在台灣各地香火鼎盛的官聖帝君廟 所以今天就來帶大家看看 位在山西運城 本海州市全世界最大的官聖帝君廟吧 這邊呢 有沒有看到這一隻一隻 它在古代呢叫做 酸馬莊 就是把馬匹 有沒有 綁在這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旁邊做其他事情 這個就是酸馬莊 這也是百年歷史 好不好 都是明朝清朝 明清的時候留下來的 如果不知道什麼是酸馬莊的話 換句話說 這邊就是古代的停車場 想像一下 這邊全部都是馬匹 OK 這樣子大概也懂了吧 海州官帝廟 它的最開始的建築呢 是從隋帶 隋朝的時候就有了 但是因為景經戰亂啊 然後大火啊 地震 所以現在看到的 這些建築呢 主要都是明清時候 才重建 真的很壯觀 一進來它那個整個氛圍 我覺得它是在這邊 保存的非常好的一個古蹟 你可以看到它的歷史的痕跡 這塊石頭我必須要講一下 這塊石頭呢 相傳是關公 關聖帝君的魔刀石 OK這一塊 整塊是青銅的 你看上面還有刀痕 你看看這句話 萬事人機 這句話呢 是咸豐皇帝 御餅 輕字體的 那裡面呢 還有一個 異餅乾坤 那個 扁兒 是康熙皇帝的墨寶 然後這邊的 關公的它的像 是不太一樣的 我 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好不好 土地面積大概跟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差不多 歷史文物也是不計其數 在主店有個東西呢 一定要拍一下 就是關公的腳印 相傳它 真身顯靈的時候 就是一腳踩這個腳印上 然後另外一腳就直接踏到對面那個山頭了 草木皮鍋吃走 好 也就因為有了這個傳說 每位遊客經過這邊 都會踩著這個腳印 大步邁向前 象徵著一步登天 大富大貴的意思 有沒有看到 後面有青龍演樂島 有打三國武裝 應該都知道 非常好用 但我們都知道 如果有念過書的話 關羽它的武器就是青龍演樂島 但是我跟你說 這個是三國演藝裡面 杜鑽出來的 實際上 關聖帝軍 它用什麼武器 在三國制 在正史裡面是 沒有記載的好不好 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呢 古蹟 它是明朝 晚期的時候 所打造出來的 多重 我跟你說 重達三百斤 三百斤的話就是一百五十公斤 超級重 這個真的是 哇 誰扛得起來啊 浩克也沒辦法吧 氣速全球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剛剛是正殿嘛 正殿就是它辦公的地方 後面呢算是 關於它的寢宮 你看這邊有硬樓跟刀樓 就是代表它之前是文武雙拳 你看 經過了象徵文武雙拳的刀樓和硬樓 春秋閣隨機映入眼簾 又名林金閣 是廟內最高的建築 在這裡有三角 就讓我們來看看哪三角吧 幾乎和他生前的樣子 一筆樓上 一筆樓上 對 第二角 一萬八千字的板刻春秋 是後人紀念館老爺 他用刀片 一筆一滑的把春秋全紋 刻在木板上面 也是很珍貴的 第三角 是建築嘛 是藻錦 可能我們大部分在宮殿廟宇當中 多間的藻錦都是凹在裡面的 但是二樓上面的那一堆造景非常的震撼 是一堆突出來的 非常漂亮 像孔雀開屏 菊花盛開一樣 所以它是建築學上的一個奇蹟 這就是路上的三角 可惜我去的時候 春秋閣沒有開放 沒辦法讓大家看看傳說中的三角 好嘞 好嘞 那我剛從那個大殿出廊 後面這個就叫做御書樓 那它其實呢 原本叫做八卦樓 那為什麼要改為御書樓呢 因為我們剛不是有看到那個 康熙皇帝親自提治的那個 藝炳乾坤嗎 他就當年相傳就在這裡面親自提筆的 好不好 就在裡面寫的 所以他的孫子乾隆皇帝呢 為了紀念他 所以就在乾隆二十七年的時候 把這個八卦樓改名為御書樓了 好不好 這也是一個非常引人入勝的故事 好啦 御書樓旁邊有看到這個神木 這個呢是千年神木 OK 他有超過一千兩百多歲 然後埋在地底下超過五千年 你就知道這個真的是 是 你這什麼 我這樓樓要不要 兩千年 千年 千年 他長度二十公尺 然後呢 他是在08年才出土的 他是沈木 OK 好酷喔 真的千年神木 對面還有 對面有個算是 樹木的化石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後面有個五門 大家有聽過五門 就是那個五門斬首 對不對 然後北京慈禁城也有 故宮也有 但是為什麼在這個一個廟裡面會有五門呢 這是因為在明朝的時候 明朝皇帝把關聖帝君 把關公 把關羽 尊稱 他的地位提升 提升為帝王之尊 所以他才能在這邊設置五門 一般來說是不能隨便偵設五門的 好不好 你必須要是帝王之尊 帝王的位置才能這樣子 這個五門齁 必須要說一下 因為它 基本上兩邊會有門神嗎 那我們所熟知的 欸 周昌 這位就是周昌 那你一定會說另外一邊 是不是就是關坪 不是關坪 因為這個 這邊泰州的關帝廟呢 是把 關聖帝君當作帝王的來侍奉 所以呢 旁邊不可能是 關坪 因為關坪就是太子嘛 所以他這邊放的是誰 是廖化 廖化 駐先鋒的廖化 官老爺他同時受到了 敵 由我 三王 共同厚葬的 這又在中國歷史上非常罕見 可以說僅此關公這一味兒 所以我們想像一下 關公呀他真的是威望很高 神之廣 威靈之大啊 然後他的影響力也是很高的 嗯 他呢老百姓就講呀說 樹高千丈 葉落始終是要歸根的 所以他們就經常說呀 關公是魂歸故里了 靈魂回到了家鄉 他的靈魂所在地就是我剛才給你們講到的 離這兒 往東走的長平村 那是他真正生活了19年的家 所以那也是香火最旺盛 最有靈氣的地方 是關公文化的發源地集散地 來講一下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 我交財的地方是關道 這條的道路在早期是可以直接通到長安的 好不好 那這邊牆壁呢 它非常的有歷史 你看它超多人的 所有的人都沒有頭 以前就是關道 主相當於大街 所以文件並沒有記載 後期都猜測是因為古人沒有文物保護意識 但他們那個時期使用的交通工具呢 都是馬車高度呢 剛好的這個地方 過來過去把那個頭給刮蹭掉的 加上這個年代就啊 放這個產品了六百多年 所以這下方這一行 這個自然脫漏的現象比較嚴重 流離收支的 所以它保存的都是原貌了 如果我認真看會發現 龍壁上的龍只有四爪 和其他著名的九龍壁或是五龍壁都不一樣 而且都是四爪龍 由此一說是關公的等級不夠 畢竟在古代只有皇帝才能使用五爪龍 大家應該聽得很清楚了吧 蹭團蹭成功 這邊呢就是一個打工辟邪的 六百多年歷史耶 明朝宣德年間 然後等一下這邊出去呢 的另外一個就是 叫什麼 叫結藝園 他是1620年 明朝萬曆年間所修建的一個牌坊 從入口走到後面的那個浴術院那邊 不是浴術院 走到那個寢室那邊 我花了六分鐘就知道這邊到底有多大 而且我走路已經算快的囉 然後經過了三道門 然後這樣子 經過了浴術樓 真的很大 雖然你看不管是在洛陽的觀陵 他的頭的埋葬的地方或是其他地方 都有關羽的那個影子 但是還是這邊呢是最 最有感覺的吧 而且你看 這邊真的保存得很好 歷經了戰亂 然後文化大革命 為什麼文化大革命 恐廟被破壞 這邊卻沒有 你就知道他在 大家的心目中到底是多麼崇高 這個關帝廟 好啦 我出來這個園區了 這邊人真的抱多 其實 我一開始對這邊是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來了以後發現 喔 很多東西可以看 還有很多古蹟啊 然後乾隆康熙 前鋒皇帝 慈禧太后他們的 鑽基 欸 讚讚 好不好 這邊我剛剛看了一下那個票 大概是60塊 人民幣 所以推薦給大家 泰州 我還是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那個解 解釋的解 他們在這邊念 山西運城泰州 好不好 現在回想起來 在千年歷史的 泰州官地廟 待了一整個早上 資訊量之大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部影片 下部影片 我們再來帶大家看看 山西死海吧 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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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影片